晚上10点浙江突发内户 核心主力道歉 艾伦回应复出 球迷激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说九 现在那边已经打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比赛 目前辽宁和浙江两支球队都在拳里付 都想在决赛的时候打出好成绩 拿到决赛的冠军 但是对于浙江南来说 他们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这是第一次进入决赛 因此经验也是不足 面对经验丰富的辽宁男男 他们还是打得比较吃力 从比赛中可以看出来 浙江南来特别还是爆出了很多不利的消息 就像知名的篮球播主 爆出浙江的更新室 发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球员与球员之间出现了争吵 这也是因为浙江的大部分球员 对浙江的某个球员产生了不满 因此才发生了这些内讧的事情 再加上浙江南来的主教练呢 王世龙在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 陈帅鹏的情绪过于激动呢 也是从侧面反映出了浙江内讧的消息 现在这些消息呢 陈帅鹏也是做出了表态 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了 他表示当时呢可能是有情绪有激动 但是有点过头了有一些着急 并表示自己的这些情绪是不应该有的 自下里会好好的解决 也会好好的总结 总之呢 这次陈帅鹏也是对自己的举动 进行了反思和道歉 所以浙江南来这边所谓的内讧的问题 也是不算太大 不光浙江南来出现内讧的问题 还有他们关于外援盖利的问题 由于浙江内的外援不给利呢 现在盖利也是一直不付出比赛 导致浙江都一直处于劣势的状态 因此浙江南来方面要求盖利上场 但是盖利的却在这个时候趁势而为 想要加钱 因此呢 浙江南来与盖利双方呢 并没有谈妥 因此方骏呢 最终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甩手而去 他们的外援要求加钱 一夜之间曾让无数的球迷都怒骂盖利 在争议之下 浙江南来也是怀应 盖利并没有要求加钱 盖利的问题在于盖利的身体状态 因为盖利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呢 恢复能够上场的地步 这也是问题的所在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关于辽宁南来的 那就是顾爱伦 顾爱伦现在一直在缺席比赛 至于他会不会付出 也是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事情 顾爱伦呢 也是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再休息 这个赛季就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关系 显然顾爱伦也是非常希望 自己能够尽快上场比赛 因此决赛顾爱伦付出的几率 还是非常大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加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